去年9月還在當立委的高宏安 被質疑博士論文涉嫌抄襲 跳上黑色箱型車後 還在座位上拿起手機反拍媒體 這一幕讓人印象深刻 但其實高宏安不愛搭公務車 而是用別人開私家車載他跑行程 被踢爆走在立法院時期 就有這個習慣 高宏安助理在透過吹哨者 林冠年爆料 以助理誠實豆沙包為題寫道 有次助理出車載他 不小心出車禍把車撞爆 坐在車上的高宏安氣急敗壞破口大罵 事後車子送修板金烤漆修了6000元 助理覺得跑公差出事 應該是老闆出錢回來清款 結果又再次被罵爆 最後辦公室的助理公基金 就少了6000元 當然是老闆自己出 可是如果從公基金出的話 等於繞了一圈又從助理的錢 來付掉老闆本來應該付的錢 都會覺得觀感不好 後來開庭的時候 蠻多助理都出來咬高宏安 互相互動的業力引爆 貪小便宜的具體行為 從修車爆帳單來看 維修日期是2020年7月14號 是高宏安剛就任立委不久 包含左邊前後車門拆裝加烤漆 總共花費6000元 而這個數字 從高宏安辦公室內帳明細 也能輕易查到 有網友直呼太扯了 是惡老闆 還有人點出那有錢誰出 有關高宏安的議事 想必不止這一些 高宏安立委時期 助理出公拆修車 用助理上繳的公積金 選上市長後 跑行程用朋友提供的 百萬名車接送 不止觀感不佳 更疑似踩到法律紅線 三水黃泉粉紅塵